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今年最值得期待的科幻惊悚IP大作 《异形夺命剑》 故事发生在2132年 按照异形宇宙的时间线来看 这是在异形1和异形2之间的故事 镜头来到某个殖民星球 这里生活着一群被劳逸的矿工 女主雷恩就是其中之一 她父母双亡 身边的亲人只有仿生人弟弟安迪 殖民星球环境恶劣 雷恩每天努力积攒工时 可当他终于攒够了一万两千工时 准备申请离开时 却被告知高层修改了规定 必须要攒够两万四千工时 雷恩心灰意冷 觉得人生无望 一日为牛马 终身皆为牛马 就在这时 工友泰勒找到雷恩 若有钥匙相量 雷恩推门而入 发现这里坐着另外四名年轻人 原来大家都对这里 枯燥烦闷的生活 感到厌倦 萌生了想要逃离的念头 泰勒表示 距离大家最近的伊瓦加星球 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里环境优美 自由又舒适 不过 去往伊瓦加星球 需要耗费九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 他们必须要借助休眠舱 进入到冷冻休眠的状态 恰好 昨晚泰勒接收到了一座 废弃空间站发出的微弱信号 他觉得 里面说不定就有大家需要的冷冻休眠舱 由于进入空间站 需要瓦兰德公司 仿生人的通行指令 而安迪正是由瓦兰德公司 生产的仿生人 所以 艾勒才会找到雷恩 便让他带上安迪一起 为了改变一眼望到头的宿命 几个年轻人决定铤而走险 放手一搏 在队长艾勒的带领下 小分队偷走了一艘太空飞船 然后向着废弃空间站驶去 所有人都为即将到来的新生活而感到兴奋 很快 飞船就飞抵了空间站 队长泰勒 带着另一名男队员约克 以及仿生人安迪前去探路 女主雷恩 意外怀孕的准妈妈凯莉 以及飞船驾驶员光头女 则留在飞船内 安迪按下指纹 通过身份认证成功启动空间站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同样被唤醒的 还有一群极其恐怖的存在 一行人正在步入死亡的深渊 荒废许久的空间站内 处处透着一股阴森 在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后 三人顺利 找到了几个完整的冷冻休眠舱 可是经过检查 泰勒发现 休眠舱内的冷冻剂 只够使用三年 根本不够他们到达伊瓦家 好在检测仪显示 空间站内 还有一个大型的低温储藏室 里面或许有他们需要的冷冻液 随后 泰勒三人先将发现的休眠舱 发射到了飞船 然后便开始前往低温冷藏室 途中 他们发现了一些诡异的现象 比如 脚下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像是遭到了某种强酸的腐蚀 导致空间站的钢铁结构 全部暴露在外 桌上的玻璃瓶内则放置着某种生物的标本 看起来不像是寻常的生物 更惊悚的是 地上还躺着一具只有半截身体的仿生人遗骸 其手上的皮肤全部脱落 模样十分吓人 怎么看 这里都像是一座秘密研究基地 泰勒猜测 躺在地上的这位仿生人 应该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如此触目惊心的场景 让三人感到不寒而栗 他们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并成功根据信号源 找到了低温冷藏室 幸运的是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冷冻剂 艾勒和约克 不管三千二十一 直接拔出 不料 下一秒 空间站内警铃大座 红色的警报灯不停闪烁 像是在发出某种提醒 但没等三人逃出 冷藏室的大门便迅速关上 等候在飞船内的雷恩和光头女 得知情况 急忙前来支援 雷恩想到 地上那半截仿生人 或许拥有更高等级的权限 于是 他取下对方身上的芯片 从门缝中塞给泰勒 让其给安迪换上 由于冷冻剂被取出 冷藏室内的温度开始升高 未知的可怕生物 也在逐渐苏醒 就在大家等待安迪重启时 一种形似蝎子和螃蟹的生物体 像被困在冷藏室的泰勒一行 发起了进攻 由于安迪是仿生人 没有体温 所以躲过一劫 可是泰勒和约克就惨了 这种生物 速度极快 弹跳力惊人 直接飞扑到了约克的脸上 死死抱住 下面 我们就将这种生物称为爆脸虫 好在 约克力气大 他奋力拽下爆脸虫后 丢到了一炮 所有人都吓坏了 眼看爆脸虫又将发起攻击 已经完成系统重启 获得更高控制权限的安迪 打开了冷藏室的大门 被关在里面的约克和泰勒 这才得以投了出来 然而 苏醒过来的爆脸虫越来越多 面对送上门来的食物 他们穷追不舍 光头妹 在转头的一瞬间 被一只爆脸虫死死缠住 她痛苦地倒在地上 可是却无力挣脱 脖子也被越缠越紧 同伴们心急如焚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救下光头女 安迪建议 大家可以问问 躺在地上的那位仿生人 一番操作后 这位只有半截身体的仿生人 被唤醒 谁知他却告诉众人 光头女已经没救了 还是赶紧逃跑吧 一旁的约克表示 他们不能抛下同伴 仿生人便建议大家 杀了光头女 否则所有人都得死 他告诉大家 爆脸虫 现在正在融合自己与光头女的DNA 然后迅速发育 破体而出 说完便示意大家 看向头顶 只见上面正悬挂着一具 样貌圣人的生物体 仿生人继续补充 这种生物体 名字叫异形 能在饥饿 缺氧等极端条件下存活 曾在空间站大开杀戒 直到被安全人员击毙 异形的体内还有强酸 可以俯视任何东西 大家脚下的窟窿 就是他的杰作 这时 雷恩灵机一动 提出 可以尝试用冷冻剂 冻结这只爆脸虫 然后再将其取下 事实证明 雷恩的方法非常有效 爆脸虫被成功取下 常常的触手从口中被拽出 就在大家感到庆幸时 仿生人继续发出警告 光头女很可能已经被爆脸虫寄生 他将指令传达给了虫装系统的安迪 让他务必要阻止光头女返回飞船 就在安迪拦在路中间时 约克却掏出电枪将安迪击倒 在他看来 认为仿生人的安迪 没有资格阻止他们拯救人类同伴 最后 约克扶起光头女跑向飞船 并不顾其他人的死活 启动按钮关上飞船的舱门 安迪紧追其后 但还是晚了一步 然而 自己证明 仿生人是正确的 约克等人 也将为这一鲁莽的决定 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光头女迅速启动飞船 准备离开 不过 很快她的身体就开始出现反应 船舱内正在休息的凯蒂 听见动静 急忙拿来了探照灯 光头女将灯光打在背部 眼前的一幕 也让凯蒂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只见一只可怕的生物体 正在光头女体内快速游动 并不断长大 紧接着 光头女便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浑身不停抽搐 凯蒂害怕得赶紧呼救 而接下来的一幕 也让她终身难忘 只见一只异形幼体 冲破了光头女的胸膛 直接钻了出来 还露出了满口的尖牙 宛如魔鬼一般令人胆寒 飞溅的鲜血 喷了凯蒂一脸 她从未见过如此血腥的画面 忍不住发出尖叫 光头女 曾了第一个领核犯的人 由于无人操纵飞船 失控的飞船 直接撞进了空间站 猛烈的撞击 也导致空间站 偏离了原来预定的轨道 系统发出提醒 空间站预计将在47分钟后 撞向小行星带 缓过身来的凯蒂 开始寻找刚刚那只异形幼体 结果发现 不远处的地上 有一副刚刚褪去的异形外壳 凯蒂抬起头 却见到了让她头皮发麻的一幕 只见异形幼体 攀上了舱壁 为自己做了个泳 正在进化 这时 约克也找了过来 她示意凯蒂 不要害怕 然后找来电击枪 直接射了进去 手上的异形开始流血 每一滴都是高浓度的酸液 腐蚀性极强 把约克的电击枪都给融化了 紧接着 一个尖锐的铁钩 从泳内伸出 击倒约克后 异形又开始喷洒强酸 来不及逃离的约克 只能一点点痛苦地慢慢死去 见此情境 凯蒂吓得连忙逃走 可是却发现 自己无法打开飞船的舱门 与此同时 身后的异形即将完成进化 破涌而出 凯蒂通过呼叫机 给泰勒打出了电话 舱门成功开启 凯蒂想也没想 就直接跑了出去 谁称像 一脚踩空 摔了下去 另一边 空间站里 成群的爆脸充 正在疯狂追击着 雷恩和泰勒 好在 两人凭借敏捷的身手 躲过了一截 现在 距离和小行星带相撞 仅剩下了30分钟 刚刚撞晕过去的凯蒂 逐渐恢复意识 他从地上慢慢爬起 结果却见到了可怕的一幕 成型后的异形 破涌而出 而尾部的铁钩 拖走了地上 两具同伴的尸体 然后消失在了黑暗中 凯蒂下的不敢动弹 凝神屏息 直到确认 这个怪物走远后 才敢跑向安全门 让凯蒂感到惊喜的是 她和同伴们 只有一门之隔 本以为自己可以获救 可是 此时操控舱门的权限 掌握在了安迪手中 就在他伸手打算按下开门键时 却发现 异形出现在了凯蒂的身后 并在慢慢靠近 雷恩恳请安迪 救救凯蒂 可此时 重装系统后的安迪 不再是父亲 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那个合成访生人了 他所接受到的指令 也不再是守护雷恩 听从雷恩的吩咐 安迪理性地告诉雷恩 外面那个怪物 正在等着大家自投罗望 泰勒急切地表示 开门关门 都只需要两秒的时间 更何况 海地还是个孕妇 可安迪依旧不为所动 因为这个时间 足够放这个怪物进来了 最终 大家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异形将铁钩 先进凯蒂的体内 然后将其抓走 愤怒的雷恩 忍不住甩了安迪一个大耳光 在大家的情绪平复后 安迪将雷恩和泰勒 带到了空间站的实验室 通过先前那位 只有半截身体的 老仿生人的叙述 雷恩和泰勒也得知了真相 原来这座空间站 就是瓦兰德公司 用于研究异形的秘密研究基地 他们发现 人类太过脆弱 在极端的太空环境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 为了创造出一种完美的生命体 修正人类自身的缺陷 实验室对异形的DNA进行了研究 并发现了一种独特的非牛顿流涕 这是生命最原始 最纯粹的形态 研究发现 异形体内的微生物 是目前已知的 最具有破坏力的病原体 拥有共生的能力 可以轻而易举地 通过血液 重写宿主的DNA 可以说 这是人类的福音 能让人类跳过漫长的进化历程 直接完成升级 从而更好地适应 恶劣的宇宙生活环境 而安迪的使命 就是将公司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这些 从异形体内提取的血清 俗称黑水 带回位于殖民星球的公司 以便他们尽快完成殖民计划 听到这儿 雷恩和泰勒心中的疑惑 也随之解开 他们决定 跟随安迪一起离开 安迪打开旁边的柜门 从里面拿出几把脉冲枪 交给两人防身 不过安迪提醒两人 异形体内有强酸 会俯视他们的空间站 而他们现在位于空间站的最底层 下面就是太空的真空环境 只要开枪 就会导致空间站内的压枪 瞬间失衡 大家都会没命 所以要谨慎使用脉冲枪 雷恩不解 反问安迪又为何要把枪给他们 安迪表示 至少拿了枪 就可以对异形起到威慑作用了 正面碰上时 或许能把这个怪物吓跑 此时 距离撞上小型星带 还有20分钟 大家必须赶紧离开了 雷恩看向监控 画面显示 异形正在向着实验室逼近 为了躲避异形 三人打算从暗道离开 结果误打误撞地 闯进了异形的老巢 就在几人准备逃离时 身后传来了凯蒂微弱的呼救声 原来他没有被异形杀死 而是被抓到了这里 当成了繁衍的工具 雷恩强忍住恶心 扯开凯蒂身上黑色的粘液 将他抱了下来 经过检查 安迪没有在凯蒂的脚边 发现已寄生的爆脸虫尸体 也就是说 凯蒂暂时还没有被寄生 看着奄奄一息的凯蒂 雷恩和泰勒祈求安迪 想想办法救救凯蒂 安迪拿出了一剂 从异形体内提取到的黑水 表示可以试着注入凯蒂的体内 毕竟里面的微生物 有着极强的修复能力 实验室曾在老鼠身上 进行过试验 结果非常成功 而人类有25%的基因 和老鼠相似 所以大概率也会奏效 就在泰勒准备给凯蒂注射时 雷恩还是进行了劝阻 因为他不确定 黑水与人类DNA结合会发生什么 他建议将凯蒂放进冷冻休眠仓后 带回殖民星球进行救治 就在几人准备撤离时 安迪低头一探 发现地上正犯着悠悠的蓝光 他立刻警觉了起来 因为这一蓝光的出现 也预示着 异形已经感知到这里有猎物 即将回潮 果然不一会儿 一群刚刚孵化的异形就冲了过来 就在他们准备扑向雷恩时 艾勒挺身而出 用血肉之躯为雷恩挡了下来 他的身体被异形尾部的铁钩冻穿 然后直接被拖进了巢穴 惨遭分尸 雷恩赶紧拖着凯蒂 打开安全门 钻进了一部可以直通飞船的电梯 可就在电梯飞速上升时 雷恩注意到了监控画面中 正躺在地上不断抽搐的安迪 原来他刚刚不慎被异形 长有力的尾巴打中 失去了意识 看着倒地不起的安迪 雷恩有些于心不忍 虽然他只是一个仿生人 但这么多年来的陪伴和相处 雷恩早已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他决定返回去营救安迪 雷恩叮嘱凯蒂 在电梯抵达飞船后 进入冷冻休眠舱 飞船已经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 会把他安全带回殖民星球 接着雷恩还不忘将血清 交给凯蒂保管 可就在雷恩离开后不久 凯蒂就为自己注射了一剂黑水 他认为异形强大的DNA 也许可以保住他腹中的胎儿 可凯蒂不知道的是 这一举动将会带来一场 更可怕的灾难 雷恩这边在找到安迪后 为他重新更换了芯片 现在的安迪又回到了先前的模式 那个一心只为守护雷恩的弟弟 恐怖的嘶吼声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雷恩明白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他灵机一动决定关闭空间站的重力发生器 失去重力的异形会漂浮在空中 他们喷洒出的酸液也不会落到身上 届时他们在使用手中的脉冲枪进行阻击 就能有希望杀出重围 雷恩的这一方法果然奏效 他很快就歼灭了跟前的一群异形 由于空间站失去动力 电梯无法正常运行 雷恩和安迪奋起一跃 打算顺着电梯井向上飘去 关键时刻 重力发生器突然失灵 空间站里的重力重新回复 安迪本想伸手将雷恩拉住 可是下一秒 雷恩就因重力的原因快速向下坠落 眼看雷恩即将命悬一线 突然一根长长的尾巴卷住了雷恩 惊魂未定的他仰起头 结果却看到救下他的最可怕的魔鬼 异形 而他的下方还有成群结队的异形大部队正在靠近 危急关头 上方的电梯急速掉落 贴着舱笔冒着火花 直接将下方的异形全部压烂 跟前的这头异形对着雷恩张开了血盆大口 并呼唤身边的爆脸虫围惧过来 看样子是要把雷恩当成新的宿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安迪拿着一把脉冲枪从天而降 在他的疯狂输出下 异形被成功绞杀 雷恩和安迪终于得以安全返回到了飞船 空间站也在倒计时结束后 撞向了小行星带 化为无数碎片 雷恩迅速跑到凯蒂身边 把他抱进了休眠冷冻舱 安迪则关闭了飞船的自动驾驶功能 启动飞船离开了空间站 接着他改变了目的地 按照先前的模式指令 他要带着雪青回到殖民星球 但现在安迪只是那个憨憨的弟弟 他将继续守护姐姐雷恩 去往那个自由的国度 以瓦加星球 就在雷恩准备填装冷冻计 进入休眠舱奔赴幸福和自由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凯蒂的休眠舱发出了警报 雷恩急忙打开休眠舱进行查看 只见凯蒂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 疼得大汗淋漓 他的肚子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膨胀 不一会儿他就忍不住开始分娩 在振振痛苦的嚎叫中 一个被胎盘包裹的巨大肉流 从凯蒂的体内钻了出来 雷恩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既震惊又恶心 他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扯断了那根和手臂一样粗的臍带 随着胎盘裂开 里面出现了一个浑身泛白 有着人类外形的婴儿 还没等雷恩有所反应 胎盘中的酸液就腐蚀了下方的钢板 这个大肉流直接掉了下去 雷恩找来冷冻枪 打开了前往下一层的通道门 准备消灭这个家伙 谁知当雷恩找到胎盘时 却发现里面那个长得像人类婴儿的生物体 已经不知所踪 看着地上的脚印 雷恩急忙追了过去 另一边 安迪来到了凯蒂身边 他刚巧碰见凯蒂 从自己的胸口抓出了一团黑色的粘液 突然凯蒂神情骤变 变得极为惊恐 安迪转头 眼前竟出现了一个 有着人类外形的变异异形 并且体型极为高大 而他就是凯蒂刚刚诞下的那个胎儿 因为体内有异形的DNA 所以这个生物体的生长速度极为惊人 短短几分钟就长到了两米多高 安迪吓得愣在了原地 忘记了逃跑 变异异形缓缓爬了过来 随后站起身 随手一挥就解决了安迪 见此情景 凯蒂忍不住大叫 变异异形来到凯蒂跟前 张开嘴巴 掀出了一根又长又恐怖的舌头 听见动静后的雷恩 寻声跑了过去 可当他赶到时 发现变异异形正从凯蒂身上 瞬息着魔乳 而此时的凯蒂早已被吸空 成了一具干尸 突然变异异形察觉到身后有人 他站起身准备向雷恩发起进攻 他的嘴角还躺着尚未干涸的黑色乳汁 雷恩急忙拿起冷冻枪 对准了变异异形 结果却被对方的尾巴来了个横扫 他战战兢兢地从地上爬起 躲进了货舱 可由于刚刚变异异形的酸液腐蚀了货舱 导致现在货舱出现故障 系统提示必须丢弃货舱 才能保证飞船继续前进 出现破损后 货舱内的温度急速下降 被动得瑟瑟发抖的雷恩 只能穿上宇航服保暖 他系上安全绳 将一头固定在飞船上 准备启动弃舱操作 谁知变异异形又追了过来 雷恩心生已迹 他瞅准时机 在变异异形即将再次发动进攻时 按下按钮货舱带着变异异形 直接脱离了飞船船身 向下坠落 那一瞬间 可怕的怪物也终于化为灰烬 雷恩则借助于安全绳 成功回到了飞船 然后驾驶飞船 向着自由急驰而去 至此 这部科幻剧作落下帷幕 如果你是异形系列的忠实粉丝 相信这部电影 绝对能带给你颠覆想象的刺激与震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